我們的四隻的話就是先把這個圓盤拿出來之後 然後分別在這邊把它裝上去 裝上去之後呢再把我們的大螺絲從底下拿出來 然後這邊有一隻鐵管就直接鎖上去 鎖上去之後我們也附一個工具 17毫米的把它鎖進 機身的部分的話它底下有五個孔 然後我們再拿出我們的鐵管 然後分別在五個孔上面鎖好螺絲 那螺絲的話就在這邊直接鎖上去就可以了 鎖好螺絲之後再把它裝在我們的下肢 然後這邊有個旋鈕鎖緊就可以了 我們鎖好螺絲之後呢後面有一個電源孔 然後直接把它插下去就好了 然後在正面機身的部分呢它有五個按鍵 然後power的話就是一個開關 我們只要按一下就好了 它就會顯示一個數字 然後這邊的話可以調整時間 減少跟增加 然後確定好之後這邊有一個開時間 我們也是短按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燈頭的部分 它已經開始工作了 然後呢它上面有一個數碼時間可以顯示的 然後上面也是五個按鈕 跟我們記憶聲是一樣的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暫停鍵 只要按一下它就停止工作了 然後繼續的話再按一下它就開始了 然後如果要關機的話 這邊有一個電源也是再按一下 它就停止工作了 那裡的經驗